正文预览 第一章 第一章 我和新婚妻子夜夜升歌 她的闺蜜突然造访 她们姐妹情深 两人睡在主卧 我本以为和老婆的亲密 要停止一段时间了 却没想到妻子的闺蜜 丝毫不介意 甚至 我叫王浩东 今年28岁 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虽然家里不算是特别有钱 但是北京户口 和祖上留下来的两道房子 都在我这个独生子手里 所以日子过得也算是不错 按理说 这样的家庭 加上我长得不错 也还算是嘴甜的特性 怎么也不至于一直单身 可是 事实就是 我真的没遇见过和拍的 所以也就没有恋爱可以谈 因为28岁还是楚男 不知道被朋友笑了多少次 不过 命运总是在你无法预料的档口 给你一个反转 今年三月 我遇到了此生的挚爱 白洛洛 我们相识后 一见钟情 迅速结婚 婚后一直过着你浓我浓的热恋期 直到现在 两人依旧不后悔当初闪婚的决定 老公 我的内裤不见了 你快帮我找找啊 李明慧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 早上我们刚刚经历一场战斗 衣服丢的满地都是 李明慧没有找到也正常 此刻我正在浴室洗澡 开口道 没找到就没找到呗 你换个新的就行了 哎呀 万一要是有朋友来家里 看到多不好啊 李明慧有些娇称 随即传来找东西的声音 谁来咱们家里啊 今天周六 只有你和我 你忘了吗 我闺蜜要来北京旅游 顺便来咱们家住几天 之前我跟你说过的 李明慧和我重新提了一遍之前的事情 我洗澡的手一顿 记忆中 似乎是听她提起过 不过当时 我正着急一夜春宵 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 根本没往心里去 谁知道 她闺蜜真的要过来啊 那个 老婆 你闺蜜真的要来啊 我洗完澡 穿上睡衣出来 此刻李明慧正弯腰 从床底下找着内衣 因为只穿了一件超短裙 春光隐约可见 她皮肤细腻 身材标准 前凸后翘 比我还小两岁 却有些三十岁成熟女人的风韵 尤其是在床上的时候 这性感更加展现得淋漓尽致 否则 我也不会结婚后 和她夜夜生歌都不觉得累 怎么了 你不欢迎吗 我不管 这可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不欢迎 我们两个就出去住 还没等我说什么 李明慧直接起身 转身气鼓鼓地跟我赌气 我哪里舍得李明慧搬出去住 只能赶紧拍拍她的肩膀 哎呀 我没耐的意思 就是咱们家没有自我 你闺蜜来了睡哪里呀 我想 这要不给她订个宾馆 让她睡得舒服点 也不耽误晚上 咱们一起睡觉啊 我说这 手不自觉地捏了一把李明慧的屁股 李明慧闷哼一声 捶了我一拳 第二章 我闺蜜来找我 你却让她睡酒店 到底是不是真心欢迎她呀 我怎么不是真心 那难不成她和你睡一起 我去睡沙发吗 我反问道 随即有添了一句 我们才刚结婚 难道你舍得吗 李明慧看了看我 叹了一口气 我是舍不得你 但是也不能让我闺蜜睡酒店啊 她本来就是为了找我 才来北京旅游的 你这样我怎么和她解释啊 这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毕竟这是她的事情 我也不能做主 良久 李明慧灵光乍现 对了 老公咱们这个飘窗这么大 要不我把被子给你放在这里 你睡在飘窗上吧 这样 我和我闺蜜又能在一起 咱们也不用分开了 什么 听到李明慧这么说 我一瞬间蒙圈了 我们三个睡在一个房间里 这说出去 多荒谬啊 还没等我反驳 李明慧直接把出门的衣服 扔在了我身上 你别这么多事了 赶紧穿衣服去接我闺蜜 她马上就下飞机了 你放心吧 等你回来 我保证把飘窗给你弄得舒舒服服 晚上让你睡得舒服 说着 我就这样被赶出了卧室 我没办法 只能换好衣服 开车去接她闺蜜 路途中 李明慧把她闺蜜的微信推给了我 我添加后 发现她闺蜜的头像是李明慧和她 两人的颜值和身材都有得一拼 果然都是美人 简单的联系后 我便接到了老婆的闺蜜 夏天的北京很热 她穿了一个低胸装 超辣短裙 稍微移不注意 都会露出底裤 穿着打扮和李明慧很不一样 李明慧在外面永远穿得很保守 但是在家里就很火辣 她的闺蜜 应该是一直都很火辣的那种 为了不产生没必要的误会 我只能尽量控制 我的眼睛不乱看 你好 你就是王浩东吧 我叫左小梅 是李明慧的闺蜜 我们两个从小就是邻居 上学又在一起 特别要好 左小梅上车后 系好安全带 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点点头 赶紧回应 你好你好 我是你好闺蜜的老公 我们的事 你应该听说过了吧 听说过了 闪婚吗 不止如此 我还听说你那方面特别让她满意 就是没试过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说吧 左小梅的眼光还特意扫了我一圈 我心中一惊 二 第三章 李明慧想法有些奇葩 没想到她闺蜜对这方面也这么奇葩 这种事情竟然都说得这么轻松 我被他们两个弄得 还有些不好意思了 只能尴尬地笑道 哈哈 她连这种事情都跟你分享啊 还真是好闺蜜 当然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从小到大 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 老公也能分享 当然了 我想 她是不会拒绝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要看你愿不愿意了 我冷笑一声 真不知道这话怎么往下接了 虽然我心里一赢过两个女的服务我 但是真没想到这事情还能真的发生 如果你在犹豫的话 证明你心里是愿意的 不如我们现在停下来车阵 杀 我震惊得踩了刹车 车胎和地面摩擦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此刻我转头看向左小梅 咽了咽口水 虽然没有接受 但我实际上还是期待 如果我不拒绝 难道左小梅真的会为我服务 在我沉默的期间 左小梅伸出舌尖 湿润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随后微笑着 弯下了身子 我意识到 左小梅真的没开玩笑 吓得我往后扯了身子 没敢让她触碰到 虽然左小梅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和老婆现在感情不错 夫妻生活也很和谐 我要是连这点诱惑都禁不住 也太不识人了 见我躲了 左小梅这才收起了刚才轻飘的样子 一副满意的神色 不错吗 看来李明慧的眼光确实不错 你这算是通过我第一关的考研了 走吧 带我去见见明慧 这么长时间不见 我都想她了 听到这话 我长舒一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原来她这是在试探我呀 还好我经受住了考验 但凡我心思薄弱一点 那我刚刚经营起的婚姻 可就要鸡飞蛋打了 她也挺想你的 老念叨着让你去陪她呢 我陪笑着 没再说别的 到了我家 我们两人都很默契地 对路上发生的事情闭口不提 左小梅见到李明慧的第一眼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甚至来了一个亲吻侧脸 两个姐妹花见到后 巴拉巴拉话说得没完 我也识趣地躲到了一边 准备给她们切点水果 两人天南地北 说了一大堆 不知道那句话 又聊到了我 左小梅直夸我 你这个老公 真的不错 你眼光是真的好 是吧 我眼光向来不错的 等你结婚的时候 老公一定给我看看 我帮你鉴定鉴定 我呀 我万年单身 男朋友都没有 更别提老公了 那是你眼光高 你稍微要求地点 可你的那个 有好多合适的呢 那可不行 我等着找一个 和你们家老公一样的呢 左小梅说着 还特意看了一眼 在厨房的我 第四章 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他们俩感情好 但我总觉得 左小梅对朋友的老公 很没有边界感 似乎有意无意地 想着聊拨我 这一点 不知道 我老婆察觉出来没有 切好水果 我给他们送到桌子上 先吃点水果 垫垫肚子 晚上我带你们出去吃饭吧 我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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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